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知情的决定呢 我们是不是有做一定的这种结构 让我们能够做出知情的决定呢 也许我可以先开始好了 我来谈到知情决定的这一部分 至少对我来讲 也就是到底什么是知情的决定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当然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以现有的知识来做决定 那你用科学的评估 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信息 所以你要收集我们手上的这些知识 然后以最好的研究的结果来做决定 但是研究不是全面的 它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还有重要的这些事情 你还要看到 还有我们要如何得到不同的见解 这当中也谈到政治讨论 还有辩论 还有有不同意见的人的声音 尽量把这种不同的想法 还有这种意见 把它融合到我们的决策过程当中 所以这等于是政治的流程之一 所以这种我们谈到 这也是我们做这种知情决定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对于他的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会在Aronaba或者是Doug 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首先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我们谈到这种知情 以前谈到知情的同意 很多地方我们谈到 你要做同意的时候 你要做的是知情的同意 这个问题常常会出现 你就是有多少的信息是足够的 其中的原则之一就是 你要有足够的这些知识 但是这个会变成有问题的 你谈到你的问题 还有定义来框架你的问题 那么你的框架的部分 等于会限制到你提供的信息量了 这是其中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 你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你哪些是不知道的 当然知道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也要知道你有不知道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八十岁的人去看医生 那医生告诉你说你大概有多少的机会 可以有50%多少机会再活下来 但是你当中还有一些医学上面的问题 会影响到你生存的机会 这也是同样的意思 你是收到信息的人 然后你收到信息之后 你自己再去决定 这样的信息对你来说 是否有足够决定 是不是要做手术来解救你的生命 我们在供应的角度来讲 我们谈到这种知情的 这种同意的部分 这当中是完全要依赖 我们的接收信息人来做决定 要么你就是单方向的供应的信息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反向的 有些是提问题的方式 也就是一般的观众 听众来提出问 等于是双向性的 那么现在没有办法使用方法 将来也许可以使用 所以到那个时候 本来你本来说不行 后来你有足够的知识之后 你觉得就可以 这就是过问的部分 所以SAI是一样的 你跟其他的这种得到信息方式一样的 譬如说是制药业 或者是施工业一样的 所以我谈到的就是谈到的就是流程 还有其他的部分 也就是谈到这种信息分享的部分 我同意刚刚两位同事们的意见 我还要补充一件事情 不论是SAI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这种情境是对于做决定很重要的 譬如说你是要建水坝 那你做水坝之前跟之后的效益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地球工程一样 又回到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是如果你不使用或者是不使用他的这个世界 是会什么样子 那这样的问问题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光是只是问说 这是跟我们排放无关的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会说如果不做的话 对气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如果你问问题的时候 会说最有经济的方法来管理这种减排 或减传气候的问题的话 那么最后的结果又不一样了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种比较广泛的这种情境 才能够做出好的决定 谢谢 好 我再复习一下 再来问其他的问题 你们谈到这种知情的同意 这个是你刚刚谈到 那是病人有跟医生的关系 比如说是80岁的这种病人 要是不是要做手术 还有你谈到就是以社区来讲 是不是要做制造水坝的部分 那如果说SAI的部分 因为这是全球性的这种治理气候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真正有一个民主的流程 或者是对话 让你能够得到这种知情的同意呢 你觉得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或者是没有办法期待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国家的汇报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 谈到就是我们谈到这种卷云打拔 就是澳大利亚 考虑到就是区域性的进行 还有是大宝礁的使用 用这种技术 他是用来种技术 他讲的是 对不起 他是海洋云增量法 对不起 我在汇报里面我也有提到了 如果这是第一个结果的话 我们也不做这种巴黎的协议的事情 我们现在只做这个事情 我们只做平稳城市 叫注入法的话 这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对话了 但是任何就是国家内的这种管辖区的话 我想我可能就会认为说未来五年当中 我可能会觉得国家来讲是既有的危机 或者是全球的未来30或40年的全球的危机 我可能不会 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国家的问题的话 我可能不会等到全球的危机出现在来做 看到第一个方法或是最后一个方法 或者是你要这种方式要请大家来讨论 就像Dog谈到我要用这种风险的评估 或者是你要不要做SAI 或者是要不做气候变化的改进的方法 所以你这种问题的问话的方式很重要的 即使说你想做一个大的陨石 要撞到地球的 也许它不够大 不会催活整个地球 但是它也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样的话 我们是全球会有大家一起来合作吗 或者是有人会说 反正这个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问题 大家不愿意合作了 所以这是取决于我们这种问题的 它发生的规模性有多大 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们谈到SAI的时候这当中 我看到两种可能性 其中一个看待的方法就是 SAI变成一种专属的这种改变气候的方法 那么就是有专属的这种行动方 它该使部署SAI是大规模的进行的 它是代表全球的人口来进行 但是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区域来做 其实他们只是说在地方的进行进行 但是它可以在全球产生效应 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境 也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专属的行动方 它要开始使用这个方法 但是看起来好像这是全球性的实验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效应会什么样子呢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动方 它有非常好的原因 它会说反正别人不管 那我就要开始来进行 所以他们不需要是要求别人来同意 不管怎么样 不管这个方法最后有什么样的相应 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 所以我不确定 你这样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是否会不会遇到别的国家的阻挡 还有如果你真的要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是不是能够长期的使用 而且是要有长期的效应 而且有这种永久的 就是让温度维持在一定温度下的效应 即使假设说有一些发展中的这种导国 他们要真的有办法做这种方法的话 而且是不是有办法长期做 或者是比较强大的这种行动方法一起来做 不是为了等于是做这种工业的 或者是军方的这种方式来做 不管怎么样它的效应是全球性的 那么别的国家会说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一定要得到我们的协议才能做 这是其中一个假设情境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种平衡层性融胶的方法也许不用这种不是一次性的来做 或者是一个人来一次性的来做 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进行 比如说你使用这种反照的方式 就是我们谈到SIM的方法 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比较渐进性的方法 就是很多的这种行动方法 也许不是国家 也许是私人公司 开始使用这种方法来平衡他们的盘放的工作 现在你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国际机构 或者是标准化的工作 有些倡议已经开始要做这种 把这种比较光反照来减少他们在这种的碳的足迹 所以很多的国家都会做这种事情 这是一种不同的方法 要么就是不是这种一次性 而是一种小量的进行式进行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得到人家的同意 因为他是渐渐的 就是潜伏渐进的这种方式来进行 谢谢 这是问话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问这个问题 会要注意到他的情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来看 我们有人问的问题 这个可能Doug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问到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注入这种气溶胶的话 到底要注入多少才能够让我们减少 让我们的气温能够下降 大约来讲 你如果是 如果能够减少1%的阳光到我们地球的话 对不起我再回讲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减少1%的阳光的话 就足以补偿目前二氧化碳所造成的软化效应 所以如果你能够减少1%的阳光的话 就足以补偿工业化前到目前为止 我们排放到大气的二氧化碳所造成的全球暖化效应 我们讲的不是很大的百分比 所以如果你们担心就是我们气候当中整体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话 其实它的效应其实很少的 如果你要拿它来跟我们这种 我们目前就是说你在二氧化碳 我们还在排放还有就是改变我们的温度 还有改变就是降比量等等问题 你可以不会把你刚刚的这一个表示的方式 用另外比较具体的方法来讲 你可以讲到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讲 譬如说你要注入多少炖的这种材料 才能够降温一度呢 整体来讲大概是十万亿克 这是一个很少听到的一个单位值 也就是一千万吨的二氧化流 就足以使地球的温度降一度C 所以我再用一个情境给你解释一下好了 目前我们每年的空气污染 等于是清到了一亿万吨的二氧化大道平温层 的确是有降温的效应 但是这种工作是不好的 因为污染是不好的 所以虽然材料很多 但是它是小量的渐进的污染的 跟我们的污染的情况相比是很少的 所以是小量的渐进的酸雨的降雨 这就是你必须要评估的问题 我不是说这个效应不少 我不是说这种酸雨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拿它来比 你要想到整体的情境 假设说我们这种方式能够保护我们的北极 或者是预防水平 海平面上升的话 也许10%的这个酸雨的话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讲到这10%的上升的话 是量是多少呢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比较复杂的部分 因为我们放到这一个平流程的部分的话 它不会留着很久 大概一周左右吧 就会从下雨的方式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放到平温层的话 可以在空气里面留着比较久 所以小量就可以了 但是你放在这一个对流程的话 它可能就会在同样的地方 因为下雨的关系就降入其他地方 所以这种空气的质量 还有酸雨的部分 只会影响到你使用这种 排放二氧化碳的地方会受到影响 但是你用平温层的话 那么它降下来的地方就有比较全球性的 所以它会比较小的渐进性的就是酸雨 所以它对这种工业的地方可能影响比较少一点 但是对比较干净的地方影响就大一些了 所以你刚刚有谈到就是平温层的部分 因为最后如果是平温层的话 它是比较渐进的慢慢的下来的 那如果说你谈到一千万吨的话 你每年要注入来维持这个程度 对不对 那你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大概每一年要再多注入多少量 才能够维持这样的降温的效应呢 大概是十度吧 所以大概估算 当然要看你的目标是多少 如果你目前的这种预测值的话 我们目前到这个世纪末的时候 可能会上温温度上升三度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降温到巴黎的协议的目的就是1.5度C的话 那么可能要达到就是在这个世纪末的时候 你可能要达到就是一千五百万吨的这种量 那至于实际要做的话 我们不只是只有一两架飞机就可以了 但是只要一个就是一个小型的航空公司的这种飞机量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这不是说如果你一个斐济这样的小的岛国 想要自己做是不行的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这边的做这个事情的这种障碍点 可能是来自于国际的大的这种势力的国家 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好谢谢您 我想我们的讨论已经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我要想到其他比较属于这种比较前瞻性的看法吧 前瞻性的问题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谈到 有关于这种我们学术界所做的事情 还有我们谈到未来几年我学术界要做的事情 各位对于我目前学术界所做的这种发展还有进步 你们感到满意吗 或者是我们要赶快加速我们的研究 还有我们要研究的部分要有更多的金钱才能够做好 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讲 目前我们的进度你觉得怎么样 或者是你未来五年十年你觉得我们该有什么样的进步 我可以稍微讲到这种物理科学的部分 我们的确是有谈到15年的时间 在实际上讲所有的研究都是自愿性的研究 所以等于是需要比较理想化的研究 但是并没有非常这种实际的这种支持 现在以美国来说 我们好像有三个就是单一的这种PI的研究 目前有比较渐进性的资金来源 我们谈到这种工作 但的确是有人要讨论 但是所谓真正的这种认真的研究的工作 或者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情况的话 这个还是不够的 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希望有别人来补充我刚刚讲的话 我不是要钱或者是来做治理的研究 我先来提供一个建议好了 不认识科学的研究 或者是治理的研究 我们目前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了解这些 真正要做这些工作的国家是什么情况 还有不同的情境 还有我们这种列出的框架的部分都不清楚 我们目前只能用以前的历史或者经验来学习 但是我想要建议的事情是这样的 即使是不够先进的技术 对于这种政治上面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平等的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从我们的气候的这种方式来讲好了 2009年的时候 我们有这种 在哥本哈根呢 有一个失败的讨论的结果 那么2015年的时候 峰会里面在巴黎里面 也有提议的部分也是失败了 那么这六年当中 11%的这种WTO的这种争议 就是有新的争议就出现了 这个是跟干净的能源是有关的 所以你不需要是一个 这种跟这种经济大的经济国 就知道说这种干净的能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 就是有些国家 我们到底什么一点在哪里呢 你是不是 我们你要谈到这些不同的 这种土地的使用等等 如果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 谈到说是好的技术 我们都应该要合作 要尝试要多做一点事情 来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 但是我们都还没有 就是创造足够的这一个市场 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这些行动 谈到这种新兴的这种技术 这个不是过去十年的事情 我们不再谈到任何的领位 我们不是谈到政策 我也谈的不是国际的部分而已 我谈到一个像我们像就是太阳门板的事情好了 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说我们没有真正的研究 没有科学 也没有治理的这种研究话 那我们好像就是蒙着眼睛在飞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更多的研究的资金 如果说有一个真正的问题 又是某个国家 他们想要问一个问题 他们想知道这些新兴的技术的话 他们担心的事情 或者是他们提出的信号 或者是他们真的想要做 他们是不是能够参与 这样的话 我们研究的就像我们这样的研究人员 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不论是科学或者是经济 或者是政治科学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才知道要提供什么样的答案 因为这些国家 没有非常透明的讨论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做假设的条件 即使你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也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今天有人会把你们提到了 你采取的这个行动 你等到你真正采取的行动 就太晚了 就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一样 还有在Holly Park 还有其他的专家写的东西一样 你等到事情发生 再来解决就太晚了 除非我们的这种治理 能够有问题提出来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资金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 譬如说南亚的地区 他有对他们的生物多样性的生理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 你要找一个研究团队 来做这样的研究 他们要跟美国的科学家们 来做这样具体的研究 但是现在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做具体的资金的投入 好 Yana您说 我要讲Arenaba讲的话 他这样刚好描述这种非常重要的 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的重点 我们现在不只知道政府的想法 而且我们也没有再问适当的问题 而且我们问的这些词汇也不清楚 所以研究人员要做这种 有证据的这种研究 而且要了解这种社会 还有政治的情境 虽然我们现在做了很多 这种潜在的假设情境的这种研究 我们可以提供建议 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的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深入的去讨论比较具体的问题 那也许我们也许还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来讲 目前我们用科学的词汇 或者谈到就是SRM 或者是二氧化妆轻除法 或者是SAR等等 基本上这个是科学家们提供的词汇 这是他们的文献里面提供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确实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扩展我们的工作 还有哪一些词汇来研究 也许现在是等于蒙着眼睛在研究 还有找一些有比较性相对性的这种想法 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假设来讲 看SAR 或者是也许从这种政治的方面 或者是从不同的方法来讨论 还有哪些政治人物要来参与 有些呢可能我们谈话的时候是在 他们是观者们在做事情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有更多的联络点 来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进行谈判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才知道有关于这种平文层气融胶注入法 还有这种地球工程的技术 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 还有谈到政治的环节 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小的论坛来讨论 还有看看有哪一些国家 或者是公司想要做这些事情 这种进行的地方在哪里 这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你的网站可以去找说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法 在做这些事情 你有办法去进行研究 我们一定要跟更多的这种谈判的联络 还有谁是环境的部门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这些人 他们可能对这方面事情更清楚 这样我们才知道用哪一些词汇 现在的问题就是 政府没有在问问题的原因之一 也不知道什么是SRI 什么是SRI 他们不问问题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属的这种责任 没有人知道这些技术专属的责任在哪里 现在不同的部门的组织方式 他们是用自己小小的这种缓解在做事情 每个人的责任都不一样 但是这种地球工程或者是SRI的方法 他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看法 现在有很少的这种政策制定者 没有办法跨出他们的框架来看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不同的行政部门 还有政治人物 必须要用更广泛的缓解来看这些事情 才能够往前跑 没有错 我们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连结是非常重要 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长久来面对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的进度到底有多少 这是非常庞大的问题 你刚刚在举手的时候 阿伦奈巴你是不是在讲话 没有 我这脑筋还在想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谈到政府必须要问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但是我们怎么要去要求政府来提出问题 而且要我觉得这还是非常的模糊 我许下一个网络研讨外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 结束之前我想问问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哪个最后的哪一些总结语 或者是有其他别的事情你们想要说的 还有什么没有谈到的人要补充吗 我唯一想要补充的事情 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部分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2020的2月份一样 我们应该就是尽量的充分这个利用的时间 而不是要就是奔到这个危机之后才忽然就是忙手忙脚的要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是最糟糕的临时报佛桥是不好的 当然理想的世界就是我能够发展出好的机制 然后发展出所有的信息来支持我们做之前的决定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禁止不动 就是在这边等的话 等政府来给我们提出问题的话 那么最后等到他们来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太晚了 也许我在接续Duck讲的话 哎呀刚刚Ena也稍微提到了 我用还有这个系列里面有不同的会报你们提到 当然我们不能说老师坐在这个地方 等这种陨石来撞地球 与此同时 我们也像刚刚你谈到我们的 刚刚Paul你问到说 问到说我们的研究进度是不是够快 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组织的组织方式是不够完善的 我们可以用这次大全球疫情的情况就像Ena讲的还有Duck也提到了 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快要有这种疫苗了对不对 这个等于是好像变成大家就是以自己的国家为主 我们必须不需要一定往这个方向来走 以前我们曾经看过别的以前很多的国家一起合作的这种历史 还有就是别的很多国家一起来合作 来做其他的合作的项目 所以我们没有道理说这些国家们 不可以做这种国际性的研究项目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处理这种气候改变的方法 不认识二氧化碳清除法 或者是SAI或者其他的就是人工干预太阳辐射法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合作 我们才会造成更多不确定性 譬如说资助人员 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问这些具体的问题 就是谈到这种后果 还有这种风险的评估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要问的潜在性的问题 而不是去问说为什么谁没有做什么 谁没有做什么 我想我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我想我们要谈到非常清楚的这种原则 我们要有国际上面的协作 还要有这种资金等等 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子的 我要 我认为呢 SAI的治理的部分 不可以是一次做好就好 你不是在哪个地方做好之后 就由政府来做决定了 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是政府他们的这种流程呢 正在改变当中 也许目前很多的这种行动方法 已经找到一些框架 来定义出的问题的所在 而且有进行科学的评估 来寻找讯息 那么就像我刚刚的汇报里面提到 这些都是个帮助我们定义出 我们需要治理的问题 那么以这种情境来说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更广泛的范围来看 这所SAI的方法 那么还要考虑到 就是气候变化的政治 所以外面有很多的研究 那么就谈到有各种各别的 这种技术 还有它的技术的功用 那么还要谈到每一个技术 它的治理方法也要讨论的 但就目前来讲 非常重要的部分 政府呢 还有其他参与的人 如果要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开始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要把气候变化 还有SAI的方式 把它连结再来 也就是说SAI的这种方法 到底能够放在哪一个地方 那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做到一种 更重要的科学的研究 这样的话 把它变成了一个 就是可以管理的 气候变化的问题 把它想象成是一种 可以可能性 等于说我们要把这种问题 把它打开来看 用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些问题 我想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讨论这些问题 感谢各位 你们有这么好的汇报 而且非常好的对话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而且非常刺激我们的脑力 我想这个是多年下来 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真的希望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希望将来 我们还会继续讨论 我所谓的我们 一般来讲 我只是就是 尽量越来越多的人 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到此为止 我要说 各位说谢谢 我也邀请我们的 所有的听众们 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其他的活动 如果你们想要参考的话 最后我要感谢 我们的各位的讲者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没钱